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是黃慧玲 在你眼中 台北是什麼樣子的城市呢 是有熱鬧的101跨年煙火 時尚的新一區 還是街角巷弄的特色咖啡廳 歌手500最近發表了第三本攝影集 收錄了他八年多來的攝影作品 包括他拍台北以及四十多位名人好友跟他的特別時刻 500說他喜歡隨手接拍 用攝影凍結時空 要透過照片讓大家看看他眼中的台北 跟著500的眼睛看台北 似乎也充滿著濃濃搖滾味 你看到的牛不是牛 是車翔子的牛 我拍了這個台北市之後 我給很多人看 他們都會發現說這是哪裡 這是哪裡 因為台北長這樣 我在拍的時候 我出去看的時候 我們也發現說 喔 台北是長這樣 台北是長這樣 台北是長那樣 500發表第三本攝影書 五百台北 篩選八年多來 一萬多張照片 408張攝影作品中也拍下了不少 好友與他的特別時刻 但他沒有什麼 沒什麼在我身上 我希望不要拿他當敵人或對手 因為 我不想拿這種 這麼可怕的 當敵人或是對手 歌手陳生與五百一敵亦友 兩人相識超過20年 張正月 五月天 以及發掘五百 新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的 尼桑 尼崇華都在書中獻身 還有五年前第一次見面的 Hibi 田富貞 那時候我都在Hibi旁邊 其實那時候 那個有一個安靜 很安靜的氣氛在我跟他中間 我很怕吵到他 他也很怕吵到我 然後我就把照片拿著 就把那個安靜拍下來 兩人在製作人王志平的生日會上遇見 彼此不熟的尷尬氛圍 反倒激發五百攝影的衝動 而這一張張的剎那永恆 也在五百的歌曲中呈現出來 就是我們聽到的歌 就是這一些零碎的瞬間 然後生活的細節組成的 所以我就知道 原來我聽到的這些歌 其實是平常五百老師 他指示跟注視我們平常 所忽視的生活細節 然後集結成的音 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自成一格的五百流攝影視角 五百說他喜歡拿底片機接拍 不管構圖不管光線 不需要修改的一瞬間 就是他要的 我覺得散發出來 我希望大家看的 其實就是誠實這兩個字 我們應該要誠實看我們自己 這裡面是很美好的 他就算是雜亂武裝的招牌 他都會有詩意在裡面 之所以變成台北 是有很多因素加在一起的 然後他不大 他是很close的 他也不危險 但他也不漂亮 美麗不會只存在事物的表面 五百用攝影 要你重新看看五百 看看台北 五百拍的台北還是五百 不是台北 是五百的北 不是台北 我們每一千萬人都不停 就是兩百活